我就是你熊馬騎的巴滴巴滴 直直直比真心比心 我接下來要請教的可能比較personal一點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歷經過深等的壓力嘛 如果現在時光如果倒回10年前2006 那你感受到過壓力嗎 然後如何去解決它 能不能稍微跟心靜老師們分享一下 助理教授最大的壓力一定是深等 對我而言我在當助理教授的時候就生了兩個小孩 所以我需要深等 因為不深等的話不會加心 我需要加心 差壓制器兩個小孩 開玩笑的 所以深等的壓力其實來自於時間 因為我們只有六年的時間 只有給我們端的六年的時間要深等 所以我覺得深等的時候壓力最長其實是時間 因為像我們剛才講你要找合作者 你需要花時間 你要建立實驗室的基礎建設 基本上也需要花時間 你訓練學生也需要花時間 所以對我而言的話 因為我們需要建立實驗室 所以時間其實是一個很無形的壓力就是 因為譬如說我們實驗室剛好 你該有的錢 你做研究基本上就是需要空間 然後有了空間之後你需要經費 有了經費之後你需要人力 那這三個要全部都到齊 可能需要花不少的時間 那就我而言我覺得我至少花了三年到四年時間 這些這三個東西才勉強到齊 OK 所以時間的壓力其實還蠻大的就是 那怎麼去紓壓 其實你應該最清楚 就是每天下班時間到了 我紓壓的第一個方式就是去串門子 把壓力轉介到釋放到別人身上 所以對不起你當年當年 滿長一段時間我的垃圾桶 所以我的習慣是每天要下班之前 或者是要離開辦公室去吃飯之前 我就會去 當初我們在資電館 在五樓 所以我就會去五樓每一間去 每個老師看到燈亮的我就去敲門 然後敲完門之後就東聊西聊 所以不見得會聊研究 所以像我剛才講的我喜歡紙上彈兵 我就會用嘴巴做研究 所以我很喜歡跟每個不同的老師聊天就是 所以跟不同的老師聊天是我 消除壓力一個非常重要的管道 那當然除了練嘴巴以外 當然要練身體嘛 對不對 所以練身體的方式就是跟你一樣 我們去打球 我們去搭網球 所以對我而言 打網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紓壓的管道 還沒打網球之前 可能血壓每天都是180 打完網球之後 你會發現血壓馬上可以降到120 所以除了練嘴巴以外 練身體其實還蠻重要的 那對我而言的話 像我當初為什麼選網球是因為 我完全不懂 所以我是真的把網球當作研究 在做就是 這個我們看得出來 所以我很認真的在投注這件事情 所以當你投注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可以忘記 升等上的壓力 你可以忘記這些時間上的壓力 甚至你可以忘記 老婆小孩在旁邊 老婆在旁邊哭 要你刮辣椒 教數學 教國語之類的 所以我是真的很認真 在投注在這個運動上面 不過我很幸運 我老婆很支持我去運動 她希望我可以減肥 雖然我打 打那麼多年的網球 到現在都還沒減到肥就是 所以 anyway 我覺得運動其實還蠻重要的就是 OK 所以我也會鼓勵 新老師來清華之後 有機會應該去參加我們清華 老師之間不同的社團 那跟不同領域的老師 跟我們一起打球的老師 都是不同領域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苦的不是只有你 對不對 所以多跟不同老師聊一聊 你會發現說 你苦還有更苦的老師 然後你在打球的時候 也可以抒發不少的壓力就是 OK 那 回到說是五年前 你剛升等完的那一剎那 然後到現在又將近四五年 就以你個人來看 就是升到副教授這一個門檻 究竟代表什麼意義 然後實質上面有做出什麼樣的改變 教授的工作就是三樣嘛 教學、服務、研究 但這跟升不升等沒有太... 對我而言我覺得 這三樣工作的話 在升等前跟升等之後 尤其是研究上面 我不認為我有太大的改變就是了 所以心態上其實我沒有多大改變 所以我還是... 研究上還是一樣 那教學上的話 基本上還是跟當初一樣 對我而言教學... 升等之前我可能交某些科目 可是升等之後剛好我需要refresh 所以我會去交新的科目 所以對我而言升等前後 教學上的差異並不大 因為我都在教新科目 那服務的話基本上 在系上的工作上面的話 其實我一直都在學務處 學務... 學生事務 學生事務 對 所以我也一直都在做同樣的工作 就是並不會因為升等前、升等後 有多大的差別就是了 那如果真的要說有差別 其實最大的差別在於 在升等之前 因為你有升等的壓力 你有時間壓力 所以很多事情 你會逼迫學生跟自己成長 你會逼學生要跟上自己的腳步 所以相對而言 你就會盯學生盯得比較緊一點 那盯緊一點的話 其實有好有好 好是說學生的進度會比較快 但是講難聽一點 我覺得這樣對學生的訓練不見得 是完完全全是好的就是了 那升等完了之後 因為相對而言你沒有時間的壓力 所以你比較可以讓學生多一些 margin 去思考一些問題就是了 而不用什麼事情都是由你來想 神如雪 所以至少在帶學生上面 我有做一些改變就是了 我有讓學生多一點時間去思考神如雪 那我覺得其實學生還蠻可愛的 你給他時間想對不對 那你跟他講說 你只要想錯了就可以畢業 學生真的非常有創造力 很多捨入群是 你當初完全沒有想過的 所以這是升等帶來最大好處 就是你不用再跟時間賽跑 所以你可以讓一個研究 讓學生可以更 花更長的時間在一個研究題目上面 那對我而言的話是 向下扎根的工作可以做得更扎實一點 OK 學生的訓練會更扎實一點 OK 所以我一直覺得六年條款 在這邊抱怨一下 我一直覺得升等 其實不是在壓榨老師 升等其實在壓榨學生 所以升等其實 對整個老師的研究而言 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都是 甚至對 因為我們要教學 所以對學生的訓練 也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很多事情你要 烙印在你的心裡 需要花時間 OK 對啊 那學生之後沒有花時間 思考過問題該怎麼解決 他永遠不會把思考的流程 烙印在他的心裡 他可能就在這邊 你跟他講什麼 他就做什麼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 好的訓練方式就是 所以我覺得升等前後 最大的改變就是 帶學生的方式 我稍微有點改變 那這個會直接反映到 你research的職貨量 如果說你放手讓學生做 但就我所知 其實我們現在主要的人力 仍然是碩士生為主 博士生畢竟算少數 那能夠有自己想出idea的學生 應該也在比例上面不會佔太高 不應該是說讓學生 如果是說師班學生的話 他要去想idea這件事情 很難嘛 其實很難 但是你不需要告訴他說 每一步都該怎麼做 學生其實他有能力去找出 每一步該怎麼做就是了 所以你說研究的quality 會不會有變化 像現在我覺得 我的research的quality 反而比較好一點 OK 我反而覺得我比較滿意 OK 因為如果從頭到尾都是自己一個人想的話 其實很容易陷入一些個就就是了 你明明覺得 你可能就會覺得這樣做才是對的 可是學生會跟你講這樣做是錯的 所以有時候 還是老話語去教學相長 所以你需要讓學生去思考 那他學到的東西呢 有時候會feedback給你 所以我覺得 目前為止 我不認為升等之後 這樣做 學生的quality有變造 我覺得學生反而 我覺得學生反而做的 比以前的學生更好就是了 那當然以前也有學生 升等之前也有 當然一定會碰到學生是 也是類似的 你可以放手讓他去思考去做的 但是現在 比較更大膽的 可以讓所有的學生去做這樣事情 OK 所以研究上面 我覺得 並沒有多大的變化就是了 因為 把關的方式都是一樣 OK 對於戴硕士班學生的研究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確定他沒有做錯 嗯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的把關 對我而言 我覺得沒有多大差別 我將是你熊馬騎 的body body 直直直 逼著心 逼心 對於戴硕士班學生的